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桂敏海因为交通肇事罪服刑在2017年10月刑满释放 而涉嫌非法经营一罪据说依然还在侦查当中 桂敏海在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被中国警方再次逮捕 按照桂敏海在电视上的说法 他因受瑞典使馆人员的鼓动才离开宁波前往北京 累他失去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桂敏海说他曾经致信瑞典驻华大使 希望停止炒作事件并考虑放弃瑞典国籍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官方指控桂敏海被捕时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情报的资料 从官方的这个说法来看 桂敏海的案子已经明显的升级了 是从涉嫌非法经营罪变成了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 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这个话题 谈论的文章很多 用汉牛冲动也不为过 对于外界来说 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件 对北京当局来说 应该是需要仔细应对的一个重大事件 从当局应对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最高层的决策水平和决策的倾向性 就这一点来说 这个案子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几个当事人个人的遭遇 也远远超过了这个案子自身的影响 它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按照官方的报道 桂敏海于2015年10月回到中国内地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在收监期间 他被发现另设非法经营罪的线索 被公安机关借回再审 可官方的这个说法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因为同案的其他四个人都在同期先后被拘押 这说明当局对这一案件早就非常清楚 根本就不可能在收监期间 才发现主犯桂敏海非法经营罪的线索 当然所谓非法经营罪只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其实并无道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这些书都是在香港出版印刷的 并不违反香港的法律 不存在什么非法经营的问题 而且把图书寄给大陆读者 他本身也不违法 问题只是出在这些书的内容上 所以这个涉嫌非法经营罪的说法 其实非常的荒唐 另外 桂敏海去年十月才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在侦查过程当中 桂敏海并没有完全获得自由 就在这种情况下 实在想不明白 他如何能获得国家机密呢 他到底掌握了什么国家机密呢 再者 既然有两位瑞典的外交官亲自陪同 就算桂敏海真的获得了国家机密 他为什么不交给外交官来保存呢 还带着自己身上干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让人理解 这个过程显然复杂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但结果却简单到了一目了然的地步 那就是桂敏海恐怕很难再离开中国了 我们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总共有五个人先后被收押 其中瑞典的桂敏海是从泰国直接到了大陆 另有一位具有英国国籍的李波 是从香港直接回了大陆 关键的是 这两位都没有通过当地的海关出境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以特殊的方式 离开了居住地来到中国大陆 外界普遍猜测 他们是为绑架回了大陆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一点来看 如果当局想保守这个秘密的话 特别是这个秘密涉及到重大的制度问题和国际关系时 这两个人本身可就成了国家机密 当然就不可能允许他们离开大陆 所以这件事情一曝光 当时就有人预测 李波和桂敏海基本上是出不来了 当局这一点不会不清楚 编造一个罪名虽然不美 而承认从泰国或者从香港绑架嫌疑人回大陆 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对于这一点 中共当局肯定不会再有任何侥幸心理 在书店被羁押的五个人当中 只有前书店的店长林荣基 彻底摆脱了中共的控制 和其他三个同事不一样 他们都有亲人在大陆 林荣基只有一个女朋友在大陆 他在被大陆关押了八个月之后 由于表现比较好 在所谓取保候审期间 获准他在大陆警察秘密陪伴之下 返回香港搬取物证 回到香港后 几经犹豫 林荣基最后毅然决定不再与大陆警察合作 并公开了他被抓捕和羁押的全过程 而且林荣基还爆料 书店股东李波果然是去年 从香港被绑架回大陆的 此前李波得知四位同事失踪之后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 已经明确说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不会再前往大陆 而且他的旅行证件还都在香港的家中 可他的人却到了大陆 大陆的媒体却是这样 解释这个举时注目的事情 书店这五个人士失踪几个月后 他们先后在大陆接受中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 星岛日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的采访 当众认罪 其中李波在环球时报专访时承认 我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偷渡回内地 同样 新华社发表文章 引出棍民海的声明 回国投案自首 是我个人自愿的选择 和任何人无关 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日发布了 桂民海的专访节目 桂民海在镜头面前亲口承认涉案 有趣的是 这两位拥有外国国籍的书商 都是通过非法的方式回到中国大陆 去配合大陆警方执法 这其中的矛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完全不符合基本的行为逻辑 另外 还有一个让外界无法相信的说法 却先后发生在李波和桂民海身上 那就是他们在最紧要的关头都提出 不让英国和瑞典给他们提供领事帮助 更有甚者 二人先后都提出 要放弃外国的国籍 这个说法和做法 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 更让大家意识到 他们身不由己 迫不得已 当局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明 完全是来拿国家的形象开玩笑 除了让国际社会更加鄙视之外 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 对这件事情 完全不需要进行任何价值判断 但我们就是从阴谋诡计的档次上来看 这件事也过于荒唐荒谬 公安外交的应对 特别是新闻宣传机构的说法 都太过业余 手法过于幼稚 关键是撒谎的水平太低 谎言的技术含量太小 实在是侮辱天下人的智商 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公安机关 给大家的感觉是 这场戏从剧本到制作都很敷衍 明显缺乏创造性 有人说这是弥天大谎 实在是用词不当 这样的谎言骗孩子都骗不了 怎么能骗得了上天呢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 李荣基在脱离大陆警方控制之后 发表了长篇文章 详细披露了他被抓捕和审问的过程 其中特别提到中央专案组 这显示这个案子非同寻常 乃是由中央直接处理的重大案件 其实从中共各个方面的反应来看 这个案件也一定是中央层级的 这个案件涉及到了外交部 并由外交部长亲自上阵 此外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直接采访报道 这意味着中宣部的介入 当然李伯和桂敏海的非法入境 一定还有公安部和安全部的介入 能够统一调动和协调 这么多高层的单位 当然只有中央了 所以李荣基这个中央专案组的说法 并不夸张 而且李荣基披露 专案组有人说 你出这种书 诋毁我们国家领导人 你这种人十恶不赦 我们可以把你专政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专政到死 这个说法似乎也被眼前的事实所证实 桂敏海很有可能要被专政到死了 可以想象 就算是判的罪名不大 但也会永远执行下去 虽然桂敏海有瑞典国籍 却并不妨碍当局疯狂和粗暴的形势 从这五个人被抓捕的过程来看 当局显然有周密的计划 是志在必得 当局事先都对这些人的生活规律 进行了仔细的把握 在很短的时间内 被将其中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拘押起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桂敏海是从泰国被直接带回大陆 一定是特殊部门采取了特殊手段 这说明上级给了不受任何限制形式的命令 另一个在2015年12月30日 也就是这一年的年末 李波被带回了大陆 由此可知 上级一定还划下了最后的期限 可以说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 却有可能是一个一时怒起的决定 从行动的策划上来看非常严密 但是从行为逻辑上来看却很荒唐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事件的几个特点 决策草率 行动细致 宣传荒唐 在事件刚爆发的时候 有专家认为这是地方安全机关肆意妄为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时权力失控 是一个意外 从现在来看 他们都错了 这显然不是地方安全机关肆意妄为 更不是一个意外 而是最高层做出的决策 应该说最高层在做出决策的时候 他们未必想到事情的后果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不去想此事的影响和后果 这才是问题所在 他们已经认为 他们早已强大到了无需考虑外界感受的地步了 其中不仅不在意国内的影响 也不在意国际影响 李博有英国国籍 此时必然会引起外交纠纷 特别是越境抓捕这个操作会引发重大的外交事件 这一点从常识就能得出 但是习近平身边看来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或者敢负责任 相关部门包括安全和外交部门都不敢提出正确的建议 整个决策系统完全没有校正和反馈机制 这件事情本身非常严重 但是更加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最高层的决策能力和判断的理性程度 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 甚至是致命的 如果面对重大国际危机 最高层做出一个非理性的决策 那后果无法想象 当然 中国已经是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了 纵然未来再次出现扣押外国使团 折磨死使团成员那样的事情 肯定也不会有哪个国家敢于火烧圆明园或者中南海了 2016年1月11日 也就在书店人员失踪事件被媒体公开之后不久 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肖台福先生 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认为 香港出版商失踪案 这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自己策划批准的行动 没有达到北京国家安全部部长批示的层次 因为香港这一块属于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管 肖先生还特意提到了蒋经国对江南案的处理过程 由多位情报首脑被处置 由此平息了外界对台湾和蒋经国的指责 应该说肖先生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但是却很值得回备 我们可以想象或许这是肖先生的一番好心 他在替习近平出主意 或者给习近平一个台阶下 暗示习近平尽快拿个厅长处理一下 迅速了结此事 其实假如习近平真的高兴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他完全可以让公安部或者公安部的某个人 出来承担责任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只是很可惜 肖先生对中共对习近平都缺乏了解 甚至缺乏常识 中共从来都不会公开承认错误 而且这件事情最高层很可能早就认定就应该这样做 因此不仅不会让地方公安承认责任 还要保护和鼓励参与这个事情的下属 山东有个网民在网络聊天中戏称习近平为习包子 结果被当地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 此案迅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当事人上诉后改判一年十个月 这个案件的轰动程度想必已经达到了最高层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案件只是一个地方法院审理 但这个判决最高层一定知道 由此我们其实可以想象 习近平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声望 多么珍惜自己的名誉 据报道 桂米海曾经出版了多本关于习近平本人的图书 他被捕可能还涉及到一本描写习近平私生活的书 网上流传的那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或许就和桂米海有关联 但是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本书却未必就是当局视线侦察到的那一本 或者说当局不惜代价抓捕铜锣湾书店的五个员工 并不是因为网上存在的这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本书 而是另有专注 很可能那本著作更加容易吸引读者 当然也会让习近平更加愤怒 从中共的传统来说 习近平的这个反应并不为过 在文革时期有一个公安六条 其中第二条规定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 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 或写反革命标语 呼反革命口号 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鲁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 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应当依法惩办 这一条被称作恶毒攻击罪 简称恶公罪 根据这一规定 当时如果有人无意无损了一张领袖像 打算了一个领袖石膏像 喊错了一句口号 或者写错了标语中的一个字 就立即成为现行反革命 轻则批判斗争 重则逮捕杀头 因为恶公罪被杀害的人难以计数 假如贵民海这些人胆敢涉及习近平个人的隐私 却仅仅以非法经营罪把他们判刑 显然习近平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 2月6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贵民海虽然是瑞典公民 但他涉及的案件 必须依照中国法律处理 瑞典当局应该知道案件的严重性质 强烈要求瑞方不要做损害双方互信 以及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事 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的老板 既不是贩毒又不是射枪 这个案件该会是多么严重呢 难道真是犯下了大不敬罪 按照党国的传统 涉及圣上的事情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 涉及百姓的事情再大的事情也是小事 或许泄露国家最高机密罪 正是一开始当局不惜代价抓捕 书店五个员工最根本的原因 只不过这个原因 当局一开始并不想公开 但是事到如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也算是图穷匕首线吧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